经常失眠的朋友,可以睡前在脚底板抹2D风油筋按摩几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促进睡眠,减少烦躁感,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不失眠啦 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痛经的状况,这其中的痛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每月到了那几天就有种难受 之前有推过对痛经有治疗作用的食物,可以慢慢调养身体 除此之外,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风油筋也可以缓解痛经哦 对于血热型的痛经,表现为筋量多,颜色深红,有血块,腰腹胀痛 可以取几滴风油筋,涂在肚脐处按摩几分钟 每天2-3次,连续2-3天,有清热凉血,活血通落的作用 如果不慎受凉或者在夏季一时嘴馋吃多了冷饮而引发寒性腹痛 不想吃药的朋友可以试试风油筋哦,对于含性腹痛的效果非常好 与几滴风油筋滴在肚脐周围,再用风湿膏或者普通胶带固定住 每天2-3次,一次10-20分钟左右,可以起到驱寒止痛的作用哦 牙疼不是病,疼起来要忍命,每次牙痛就忍不住想要把牙齿全部拔掉 有过这种痛的朋友举起你们的爪爪来 用消毒棉球占几滴风油筋,浸透后放在牙痛的地方上下咬紧 一般15-30分钟就可止痛,为了巩固疗效可以连续进行3-5次 用了一次还是疼得厉害的朋友,还是要尽早就意哦 夏季天气炎热,狂吹空调一不小心就会着凉而引起风热感冒 感冒还会引起头痛,难受得不得了 取几滴风油筋涂在人中、太阳、硬糖等穴位上 每天涂一至二次,可以有效减轻因伤风感冒引起的头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